大家好,我是阿萨,欢迎大家来到SASA LIFE channel 今天想和大家去半岛酒店大堂茶座,The Lobby,去吃他们的afternoon tea 在开始影片之前想提提大家,如果还没subscribe我的channel 就记得订阅和按旁边的钟仔 那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我最新饮食的资讯啦 我们今天吃afternoon tea的地方是位于半岛酒店的大堂 半岛酒店是位于尖沙咀梭士巴黎道22号 下午茶用餐的时间是2点到6点,限时一个半钟 价钱方面因为是圣诞节的关系,所以是628元一位 每人最低消费400元,我们是上网订座的 首先先讲一下餐厅环境先 半岛酒店给人的感觉很奢华,历史悠久 餐厅是位于大堂,所以楼底高,空间开药 因为圣诞节的关系,所以布置很美,有一棵很大的圣诞树 另外每天都会有人演奏乐曲 那讲回今天的咸午茶先 咸午茶会有6款甜点和5款咸点 另外每人会有2个sgong 茶饮方面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茶可以选择 包括有压实母茶,大吉凉茶,白雀茶,半岛早餐茶,蜜桃山姜乌龙茶,甘姜乌龙茶等等 我们选择了二国香料茶和cappuccino 两样都是可以refill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咸点有些什么吃 咸点有三文鱼酱三文鱼籽 油风鸭马令薯撻配西班牙曼切甲芝士 鸭肝和烟熏鰻鱼配红菜头片 用紫菜面包做的经典青瓜三文治 和龙虾包是用了南龙虾,白蘑菇和牛奶面包做成的 甜点方面有黑森林蛋糕 节日朱古力热情果蛋糕 半岛明茶圣诞球 薑味蜜糖蜡烛蛋糕 还有圣诞曲奇和节日朱古力 另外每人会有两个提子味的skun 配上clutter cream和士多啤梨果酱 食物质素方面我喜欢它的咸点多于甜点 它的咸点用了很多新鲜的食材 例如龙虾、鸭肝、三文鱼籽 味道很香浓 甜点方面卖上很漂亮 全部都和圣诞节有关 但是大部分甜点都是用朱古力去造成 我觉得味道就比较单一了 Skunk方面牛油味很香 外皮烤得很松脆 里面不算很湿润 但是也不至于太干 我比较欣赏它们的clutter cream 好像雪糕一样 很油滑 但是又不会很重的油腻感 整体来说今天都很满意它的咸五茶 虽然价钱偏贵 但是它的环境很漂亮 咸点有惊喜 用了很多新鲜的食材 而甜点卖上很漂亮 很有节日气氛 那今天的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记得comment like和share 还有记得subscribe我的channel 下次见拜拜